Hello大家好,我是哈利 上次的桌面介绍视频发布之后 很多小伙伴留言或者私信问我用的产品 所以今天我就来做一支视频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桌面物品清单 这里面的很多产品都是好几年以前买的 所以这些产品的价格也请供参考 我会把所有物品的品牌、型号、价格和链接都发在视频下方 有需要的小伙伴们可以去看一下 另外因为我在加拿大 所以我也会加上加币的价格 加币的价格都是没含税的 加拿大的小伙伴还需要根据你所在省份自行家和相应的税款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 先说一下这个很多人想要的布朗熊杯子 这个是我在韩国的Line Friends商店买的 这个杯子我在Line Friends的官网上已经没有看到了 想要的朋友可能要去找找看代购了 杯子下面的这个杯垫是宜家的Akia 365家系列的软木杯垫 很便宜的一个小东西 然后我的这张桌板是宜家的宜波肯厨房操作台面 尺寸是249乘以65厘米 价格不是太贵 但是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这张桌板我用了两个宜家的阿莱斯抽屉柜支撑 其中一个我选的是三个抽屉 加一个文件柜组合 另外一个就是最常见的五个抽屉 这个应该也算是网红款吧 因此上我看用的人还挺多的 因为桌板是爆花板的缘故 长时间沉重容易变形甚至开裂 所以中间我还另外加了一条宜家的七六桌腿支撑 价格稍微有点小贵 不过主彩的质感和外观还是非常不错的 桌子的左半边我基本上都空着 这边只放了一个打印机文件盒和居家必备的单品 我的工作空间主要在右侧 整体靠窑部居中的主要原因是这样的方便拿取抽屉物品和墙上动动板上的小东西 台灯我用的是初代的米家的台灯 这个是几年前回国售买的 当时好像是129块钱吧 选它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好看 另外还支持色温和亮度的无级调节 以及米家APP的远程操控非常方便 虽然开灯的时候如果台的太高可能会比较刺眼 而且会有屏幕反光 但总体来说这个价位已经很难找到比它更好的灯了 然后这边我放了一个Funko Pop的恩菲斯内斯特的大头手办 边上是一个水培的花叶绿螺 平时基本不用照顾 特别好样 再过来这个是亚马逊的Echo Show 5 是亚马逊推出的智能小音箱 音质我觉得还不错 除了当个智能时钟还可以播放亚马逊的会员视频点播 目前官网在打折 价格是65块钱加币 我买的这个主要是拿来控制家里的智能设备的 缺点是只能讲英文 虽然它也会说点中文 但是目前官方还没有计划推出中文的语音控制 音箱我用的是漫步者的E1100音箱 这个也是好几年钱买的 价格我忘了 反正我只记得挺便宜的 但是音质真的很棒 贝斯很足 然后高音和中音还比较通透 缺点是音箱的控制旋钮在低音炮上 所以我也没办法把它放到地上 只能暂时搁在桌上 然后这个显示器的增高价是Satachi的铝核心价 之前买来是放显示器的 但后来买了显示器支架 所以我就拿来放MacBook Pro了 这款增高价目前已经停产了 不过淘宝和亚马逊律师的产品很多 小伙伴们可以自行搜索 我平时工作主要用的就是这台乞丐版的16寸MacBook Pro 保护壳我也用的是苹果官网上买的Incase 无色硬质保护壳 好呢是真的好 贵也是真的贵啊 这个壳不是我的第一选择 但是我试了好几种保护壳 都没能在质量和价格上达到完美平衡 最后也只能腰腰腰买贵的了 Type-C的Hub用的是Anchor的A8352 带有7个厂用的接口 我平时都是放增高价下面的 这样看起来比较整洁美观 缺点是这款PD只有60瓦的功率 带不动16寸的MacBook Pro 如果用它来供电呢会充得非常的慢 所以我基本上都会直接用原厂适配器 电脑上面呢是2018款的11寸iPad Pro 搭配的保护壳呢是某宝买的Rink保护壳 自带一个笔槽 可以融得下我这只戴了Top Pencil 非常方便 这个牌子的产品我之前用过 质量非常好 价格也不错 推荐一下 增加在下面呢是宜家的博格尼斯竹制手机架 它有两面 每面都有一个不同宽度的槽 适合不同尺寸的手机和平板 价格便宜体积小巧 不用的时候呢也可以塞到增高价的底下 旁边呢是罗基的K380蓝牙键盘 这个键盘呢同时支持连接三台设备 并可在不同设备间一键切换 非常方便 我其实还挺喜欢这种小巧的薄膜键盘的 可惜这款没有背光 所以呢我就又买了一把Keychron K1的矮轴机械键盘 Keychron K1的国防版呢叫京东京造K1 这款键盘呢支持蓝牙和有线双模 蓝牙模式呢也可以连接三台设备 另外还可以通过Type-C连接线连接多一台设备 然后通过一个开关来切换 我选的这款呢是白色背光的 它其实呢还有一个RGB的胸底 但是每个按键的颜色其实是不能单独设置的 所以除了当个跑马灯好像也没啥意义 鼠标选的呢是罗基的MX Anywhere 2S 我一直呢都喜欢手感比较轻的鼠标 最重呢也不超过121克 以前用过好多需要装电池的无线鼠标 但是因为重量的关系我基本都放弃了 而这款M Anywhere 2S呢只有106克的上手和有线鼠标一样轻 而且体积比较小 鞋带方面的同时呢也更适合我的手型 用起来相当舒服 不过作为半工无线鼠标 它的精度相较于有线鼠标还是低利点 所以在玩游戏或者做设计的时候 我还是会使用G502或者Siri VIRAL110游戏鼠标 鼠标店呢是Cherry的25块淘宝买的 感觉做工不错 总体用起来还挺顺手的 只不过还是没有周面的顺滑 显示器支架我用的是Mounted 外观我觉得还不错 自带理线槽 显示器用的是LG的29UM59P的待遇屏 其实屏幕素质还是不错的 21比9的比例2560x1080的分辨率 99%的SRGB而且支持HDR10应该是可以满足大多数人的使用需求 作为入门挤带预品我还是很推荐 这边我用的是Bcase TUP磁吸理线器 固定了三条线 一个MicroUSB口的 一个安卓手表的充电器和一个手机的充电线 手机是魅族的16S Pro 用了大半年没什么大问题 魅族的Flyme系统挺不错的 手机也不烂 就是不明白为啥它好像梦不太动了 这个Funko Pop的史卡利夫风暴兵 是我几年前买的 我挺喜欢的 当时很便宜才10块钱一家币 现在也已经涨到20块了 这台主机是微星的海王G3 配置如图所示 买的时候配置不太高 花了1049加币 折合人民币5500左右 当时为了图便宜 所以配置比较乞丐 后来我自己升级了一点内存 增加了固态硬盘 虽然配置还是不高 但是目前市面上主流游戏 都还是能够流畅的在中高画质运行的 加上主机也比较小 立在桌上也挺方便 又能兼职个耳机架 所以我觉得它应该还能再称几点吧 耳机是赛瑞的西伯利亚150USB耳机 这个是我搞活动时候抽到的 平时不太用 不过橘色的光环挺好看的 而且它的麦克风是隐藏式的 所以我就挂在主机上面当做装饰了 另外这里还藏了一个6TB的细节扩展硬盘 主要存放一些视频素材和一些不太常用资料 平时用的少 所以USB的3.0带宽也够了 这里还有个宜家的水泥灯 这个东西国内的宜家好像没有卖 不过这种灯魔宝应该很好找吧 水泥灯搭配了一个爱迪生灯泡 打折的时候两块钱买了 显示器后面的墙上 是一块宜家的斯考迪斯动动板 我这块是56×56厘米的 你也可以规据空间和需求选择其他尺寸的 或者搭配不同尺寸组合出你想要的大小 这个动动板非常实用 我这里搭配了两块隔板 两个成具 两个挂钩和一根弹力绳 以前都需要堆放在桌面的杂物 现在都可以整齐的摆放在隔板和成具上 不但美观整洁 要用的时候也可以随时取用 非常方便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闪电的LED霓虹灯 晚上开着美观又不刺眼 右边前面还有一个宜家的瓦吉斯流言板 这个是我最早放在动动板的位置 其实有了这个动动板 这个流言板其实也不需要了 不过既然买了 就当做照片墙做装饰吧 椅子是宜家的马库斯办公椅 做起来总体来说还比较舒服的 椅背也是和大多数人体工学椅一样 采用了网眼材料透气性好 坐着不热 另外还有宜家的十年质保 用的比较放心 缺点就是椅背是不能放下的 所以没办法 累了就躺下休息 上次做视频的时候 我还没有买到宜家的 西格纳州下里线槽 所以下面的线比较乱 这次我终于等到了宜家补货 所以我第一时间就把电线顺到整理一下 因为我用的插线板 是贝尔金的12个插线板 特别的宽 如果电线槽按照正常装法的话 插线板是放不进去了 所以我灵机一动 把电线槽翻了个面再装上 这样刚刚好能放进插线板 插线板放好了以后 多余的电线我就把它们固定在西格纳的支架上 这样也不用担心它会滑落了 现在一眼望去 应该只会看到一条插线板的电源线和电脑电源线 相比之前整齐了不少 我已经非常满意了 OK好的 那么这期视频到这里就差不多了 如果你还有什么关于我使用的问题 欢迎私信告诉我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